在哪个国家,关于病毒的发源地问题,目前确实还是处于尚不明确的状态。 国内内相关研究的结果,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追溯到源头,或真正的能够排除某一个地区,就一定不是病毒的发源地。 想要确认病毒的发源地,还是要更多的科学研究来进一步证明,病毒的来源研究是非常科学严肃的事情。 弄清病毒的来源,对于进一步了解病毒的特性,加强对病毒的控制和病毒潜伏期的认识等方面,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但是到目前为止,新冠病毒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事物,对于它的研究也在不断进行和深入当中,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找到病毒的源头,更好的认识这个病毒,更好的防控好这个病毒。 在这之前,一些没有来的推测或者判断,如果是当作闲谈还是可以的,就不要太过认真了。 很多民间的说法,病毒来自美国,来自某某科研所等等,在还没有明确政治的情况下,如果当成真实的情况来说,也只能够认识。